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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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公主 有王子還有其他人在裡頭 其實還蠻值得一哭的 但我又不想這樣 對不起 媽媽也是長輩的一種 所以人要做個可愛的長輩 我首先要真的非常謝謝小禎 因為她真的是一個很善良 很大氣很大度的人 她不但沒有責怪我媽 反而還反過來安慰她 所以讓我真的更覺得很不好意思 然後其實知道這件事情的當下 我真的是很憤怒 我就直接打電話說媽你在幹嘛 你這個行為你就是網路酸民 你就是網路霸臨 你怎麼可以這樣 如果別人今天這樣說 你女兒你會開心嗎 然後我說而且你女兒 就是一個公眾人物 你還不理解這個道理嗎 所以我就狠狠地教訓了她一番 然後她也就真的就是一直感到很抱歉 然後一直跟我說對不起啦 然後什麼什麼的這樣 然後我也很謝謝就是小禎 就是這麼大氣大度的 然後我有 其實我不想要讓新聞出來了以後 我才去道歉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就是要直接當下 所以還好 還好我有認識那個秀秀 秀秀姐 對我就趕快跟她要了電話 要不然我也沒有私底下的聯絡方式 然後我就趕快跟她說明了這件事情 你趕快跟她說明了這件事情 她喔 我不知道欸 後來她就是 她 她有沒有被嚇到啊 她好像不知道 那麼嚴重 是我跟她講了以後 她才 她才意識到說 她 那個 闖禍了這樣子 對 那總之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她能夠經一事長一致啦 小禎好像也自己有講說 其實她的事情很像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對她的味道是什麼 沒有我是覺得她 她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然後很可愛 這也是她 受大家喜歡的原因 因為她也懂得 就是由自己一末這樣 可是我覺得她的這個 前提的用意是很 是發自一個善意 她想要讓長輩不要那麼有壓力 所以我完全的就是感受得到 她這份溫暖 就是很謝謝她 就是讓我媽可以放鬆一點這樣子